猎人正在剧断自己的猎枪 不为别的 他只想把枪带进城市中 从狩猎动物变成狩猎敌人 他的儿子被杀害了 凶手的线索就在这家婚纱店里 可三哥只追杀过动物 人作为目标让他有点紧张 老板见他不像是顾客 直接掏出了左轮枪 好在三哥常言断裂 敏捷地躲过了子弹 反手一枪托 把老板打倒 断枪顶在他的嘴里 逼问是谁杀害了他的儿子 怕死的老板很快就供出了凶手 将圣诞老人 三哥得到答复后 砰的一枪除掉了老板